今天帶來是臺灣檢氏族的內戰 小特這個XIA 追上了 ZZOMYGODZ 都簡稱叫OMG OMG啊 光欠欠安安啊 這兩個在目前我臺灣檢的氏族團戰 整個打下來算是實力 實力比較靠前的玩家 基本上如果你團戰3v3 分到這兩個隊友 就差不多贏了 再要看對面的 比如說對面還沒有像是其他跟他們實力差不多 就像喬 喬這玩家也是 臺灣檢氏族的元老 元老成員 實力也是蠻不錯 然後來一些比較 像 OMG算是比較 新加入的 他本來是星海 在玩星海2 鑽石玩家 然後換打 他看起來整個 觀念跟操作上就很明顯 算是剛進來沒多久就玩得蠻強的 喔抱歉灌尾我不打條約的 騙了灌尾 這場呢算是下 加利弗尼亞 加加利弗尼亞 英文叫 Benja California 這場是惡圖曼對上 硬甲 我不太清楚 小特 的 惡圖曼強不強 但是 OMG 他的硬甲 算是他目前 的祖國 他還 感覺是蠻 他的奇木跑村在團戰可以起到 現在這一場 他這邊直接點了這個 大按鈕 這是產村的 所以他剛剛前面在補金 根木 然後 洛瑪應該已經吃掉 把那隻洛瑪吃掉 然後來點這個大按鈕 然後再發 一隻 兩洛瑪 肥的 大家可以快點上時代 你看他現在已經13濃了 這邊這邊才8濃 當然 惡圖曼他村也產比較慢 有人在tag我 要開台啊沒有空 並加目前沒有改 那小特跟OMG好像都不在 OMG在 那邊 蠻典型的啦 下了一個交易戰 只是 這個交易戰選擇有點特別 因為其實大部分我們會去選 放中間的這個交易戰 放這個側邊相對安全啦 但是其實 對方要拆也很快 其實直線距離的話 這裡比較近啦 但這邊也不算太遠 這邊在打寶 不在打寶嗎 怎麼沒有 沒有看 在看這裡 這檢視鎖定 這檢視鎖定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的 我會不會再打寶 主要拼了 有有有有的 有有有有的 可以不要多 後面 有有有的 你 有有有 再轉一下 這一場看起來 二圖曼啦 二圖曼看起來是要打直神 二圖曼這一場應該是要打直神 然後再來看硬家這邊是不是要打快攻 硬家已經發下去了 硬家 三彩物開始bomb 一村彩肉 十三村彩木 看一下幾分鐘上時代 四分半吧 差不多 我這邊發現一個六十幕 還不錯 因為黑子大大更新後多人流線遊戲會崩潰 我記得好像也有人在 把他上發這個 遊戲會崩潰的這一個 但是目前呢 我的遊戲還沒有更新 所以我也不能告訴你怎麼解決 我也沒有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這邊選了升級是兩個小屋喔 送兩個小屋 通常會拿來蓋 軍事 建築物 像是軍營 作戰小屋 或者是蓋TP啦 有些會塞兩個作戰小屋啦 但是我是覺得拿去塞TP會比較好用 這邊直接打了一張 600木 無限的600木 無限的600木 10代2的卡其實蠻多的 這邊拉了一個海螺在開圖 看到其實是一塔200斤的升級 應該知道要上山了 這個時候 可以繼續bomb房子 但是 正面的話可能會輸掉 因為 俄圖曼上山的爆發力 算是蠻強的 喔 不過這個海螺的視野 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好像比赤猴的視野還要大 這邊 小屋蓋好了 可是 喔 這邊雙小屋 卡在這個中間的路喔 有點像是塔房遊戲的概念 我原本以為他會拿去蓋交易戰 這邊選擇下了雙小屋 這邊開始發毒弓 然後殘雨勢 這是反馬的 毒弓可以拿來反火牆 那現在問題是炮要怎麼處理喔 如果炮用琴木砍的話 通常是會死的很慘 那應該會前置放在這裡 這邊 雨勢出來了 再來就是毒弓 毒弓出來 時間是六分出 以快弓來講還不算太慢 欸 雨勢怎麼從這邊出 欸不對 叢林怎麼從這邊出來 剛剛不是冰卡發了嗎 怎樣 要打這個英雄嗎 還是要往前走 好像船運地點放錯了 這邊是七百木道 所以開始補房子 既然要往前走 你那個船運應該要往前放 雨勢好像有點脆耶 扛不起TC TC兩下嗎 TC現在90嘛 所以90打下去 90打下去 不行啦 剛好只能撐兩下 兩下就暴斃了 如果能撐到第三下就好了 叢林攻守 可以撐兩下 剛好打一下90嘛 原防扣0.2 這也是 很容易死喔 於是本來血量就沒有很高 兩下就爆了 這邊上三了 四馬出來了 那這邊可能就要 就可能不要再產雨勢了 要轉奇目了 要一棟產奇目 一棟產毒攻了 這邊雨勢已經沒什麼作用 那邊還在補木頭 那邊還在補木頭 露馬拼 我覺得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 兵是用噴的喔 可憐的印加人喔 所以我說印加沒有被改槍 基本上看這就知道了 這邊露馬全吃了 戰力差太多了 然後等一下站在後面回血就好了 雖然死了一隻 但也還好 還有四隻嗎 這邊一波吧 這邊還有四馬在跑村 小特這場打的蠻認真 馬開跑 雖然雨勢趕快回家 這時候其實轉奇目會比較好一點 至少可以追得到 但是如果是要處理漏馬的話 就不太好處理 打馬的那個傷害 這地方經濟跟軍事都停擺了 這也是四季三比較麻煩的地方 他經濟很容易停擺 因為村民離那個 資源區太遠了 沒有辦法像星海那樣子 拉走然後再拉回來 當然 他沒有辦法堵TC啦 還沒辦法堵TC TC給他躲 這邊發了一個 奇恰酒釀製 乾茶屋細流的一張卡 來看一下二圖曼這邊打的如何 二圖曼這邊開始轉彩金 等一下可以出肉馬 是一個 這個打法 很偏 軍事爆發 比較傷經濟 如果他經濟強的話就是 蓋教堂 然後搶交易戰 然後升級交易戰 或者是吃海 這幾種選擇 那如果是要打硬家的話 其實這樣拖不是一件好事 我建議就是趕快 爆冰出來喔 1000斤的那個要太久了 而且還送4隻而已 而且對方出於事 很容易房子被拆 這邊到處去抓村了 這肉怎麼趕遠了 OK 有發了1000斤吧 看起來是1000 時間好像就發錯了 你已經踩到900多斤了 然後還發一張1000斤 這邊痛宅村民喔 這個損失慘重 又死了1隻肉馬 剩2隻肉馬 3隻 這也就是比較尷尬的 這個資源區 沒有趕到家裡的話 很容易被騷擾 就變成他要留一部分的兵在家裡來防這些馬 去保存 他就壓 變相的使得他沒辦法去壓制 厄土曼 不管厄土曼想做什麼 都沒辦法出 這邊硬家又滾出了一團兵 看這邊能不能打兇一點 用於事 盡可能去壓制對方的人口 先轉出奇木 打卡的 這個 忘記反戳馬了吧 這一波先戳肉馬吧 肉馬戳掉 應該會蠻賺的 這房子也拆不掉 少一次火把 繼續出於事 好 遇到對方出蠻洲了喔 如果1000斤不是要出阿拉 出了更噁心的蠻洲 蠻洲數量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 請問你4隻阿拉跟7隻蠻洲 你4隻阿拉跟9隻蠻洲你要選哪一個 強 白血 打蠻洲波的 而且他其實不怕這種 était 你可以直接跟他對射 因為他 現在他戳在你身上 也是有點騷hole 這個打法的缺點就是如果他村民沒有跑到的話就會壓不太住 可能前面會被打崩 如果對方快攻的速度很快的話 這邊有可能會崩一點 這邊繞一個側邊 跑進去 阿拉很坦可是輸出太低了 以前的5阿拉真的很棒 但現在變4阿拉就覺得 就滿周會 給二圖曼支援囤到可以上工業啦 可以點上工業了 其實拖的時間很長 已經到了14分鐘 為了囤購1000斤嘛 然後又打1000斤 再發那些 用露馬之類的 這邊來個波對撞看一下操作 這邊露馬擋在前面 這是殖民的兵雖然是殖民 但是非常多起來 這個不錯耶 萬卡援助 萬卡援助這兩卡真的蠻強的 多爽一個TC 硬家可以雙TC 請看 為什麼要上了10代4 可以再發一次肉麻吧 先直接去砍這個 來吧 強吃一波 有雨勢的話就盡量不要 購買的厚度沒有阿拉 保持住他的擴傷很強 那這個阿拉應該是 這個肉麻 這個肉麻應該是升級選項送的 然後再發一張工業的6隻 那這邊應該就要拉走了 那這邊應該就要拉走了 要跟他換血 上滿洲去做數 像最後那一隻就 喔 兩隻大館 這個就很強了 這個 雨勢阿還是什麼 毒弓去射 都弄不太死 大館顯量太厚 那當然缺點也很明顯 射速太慢 喔大館出來了 喔大館出來了 到這邊有冰吧 然後又有兩張卡 打 發了一張一千木 那其實可以有機會革命 這邊趕快補金狂 喔來了 對面來了一大波雨勢 炮架起來 看一下 蹦 打一炮 很厚啊 血很厚啊 血很厚啊 飛走有沒有看到一大堆飛走了 他其實只要針對這個雨勢打 他不用去打毒弓 喔好全死了 全倒 這邊沒有棋木 啊有棋木好像沒什麼用 這邊又慢走 但是還是有機會啊 棋木是有機會卡位 偷掉一門炮 然後這個毒弓的效果在作用 所以剛剛又少了一些些的血 那這邊要革命 這時候 病家應該沒辦法再擠什麼病 雖然經濟沒有說輸太多 但是 這邊死太多病了 OK 算金 來準備把金 花掉了吧 直接被棋木偷掉了 偷掉了一門炮 命了 選擇隔了匈牙利 接著發 掠奪兵跟 克羅埃 克羅埃西亞起兵 看一下 他這個 有一個 匈牙利子彈兵 利子彈兵 其實我覺得格埃及也不錯 剛剛在洗頭啊 這七個獵奪兵好強 可以建造 他這個叫做德國步槍兵 可以建造傭兵小戰軍 還有 還有 可在傭兵小在均勻堡壘戰船 訓練 自己產傭兵 他數值 就是 10代3的傭兵 那也足夠強了啦 再發一張克羅埃西亞起兵 就是5個8個 然後他每發一張卡就會增加那個建造限制 增加1 你有木頭就可以 可以 可以讓邊界兵建造少戰 可以讓邊界兵建造少戰 然後可以從現有的少戰 產生一位法外之徒 實際上判兵 這樣判兵就 明顯 得不爛 差在我們可以一直蓋保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要打後期好像也沒有 雖然可以藉由滾 滾卡片的數量來建造很多 變成打控圖 其實 革命匈牙利如果靠隊友可以打控圖 這樣好像也還行 這一場直接被壓掉了 好啊 拜拜 不過缺點是沒有砲吧 因為沒有砲兵啊 沒有那個資源 你不能再去生產 這張很好用 這馬扎不錯 這個就普通 然後你不 不太可能還有資源去生產匈牙利 就是靠隊友養了 就扛不住了 面對如此強大的西方軍團 帶二的原住民應該是 沒 跑到人家家裡開始燒東西 跑到人家家裡開始燒東西 真的可以玩控圖流 他一定會送哨戰的話 這樣還蠻強 那這樣之後可以來 我練一下惡圖曼 革命 然後 我控圖流之後一直發卡 但是好像也需要 卡片 不要緊 不要緊 拜拜